绝大多数的人是找不到新机会 start on their current job 然后找到了机会 不会比他们现在的工作好 我觉得比较实在的建议 第一是你得要认识一些potential的伯乐 可能可以相互帮助的猎头的朋友 我觉得第二个是 你有了这些potential的机会之后 你是不是应该actively的聊一聊 就是这个open 我觉得这个也是重要的 然后第三就是 你总有一个想要去往的方向 那你得要预想说 如果你是目标公司 目标行业的hiring manager 那你会希望你自己的具体的能力上 有哪些你可以反向去想这个问题 然后去build你自己as a product build你自己和你自己的resume 我能感受到你给很多人的时候 你心中也许有一百句话能帮到他 或者说你能帮到他一百分 但是你帮到十分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因为你改变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本身是痛苦的 就是你给他的这个最有用的建议 一般都是牵扯到了这个人的自我认同 所以说他下意识的反应是拒绝 或者说攻击你 从而让他的自我认同能自洽 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时候你能给出去的建议 一百分你最多就能说个二三十分 但是对方如果是一个没有ego 然后能真的听建议 其实appreciate这些建议的时候 你确实能给到一百分 对第二话题 刚刚不光是问能力 而是比如说就是我现在慢慢会觉得 sponsor就是你有没有一个sponsor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在公司内部公司内部也是 然后你刚刚所说的就是这个行业 对吧你在行业里面认识很多人 包括你怎么认识这个CEO 这个CEO怎么认识你 他怎么样子后来逐渐相信 你可以升任这个角色等等 对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就是 不光是从能力 更从你觉得什么做什么事情是很重要的 以及你反思一下你怎么得到这样的机会等等 好呀好呀 没有提前准备 但是我脑子里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想要建议大家都做的事情 站在我们的从业人士的视角上 他不一定最大化了你的employer的利益 但一定是最大化你作为一个employee的 长期的职业发展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点比较重要 第一呢是keep eye open 经常的通过跟外部的 不管是跟猎头聊 还是跟公司直接面试 还是跟行业里的相关的从业者做交流 来确认就是说自己做的事情 以及是通过做这些事情获得的成长 是有效的且被认可的 且是有用的 也能帮助自己的职业的长期发展 或者说的近一点是帮助自己能找到下一个 比较exciting的这个adventure 我觉得这个是keep eye open 要找人多聊 这个很重要 然后第二呢是 我觉得在 哪怕你不找外面聊 而只是focus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 我也会建议就是经常去做一些阶段性的总结 然后我以前哪怕在公司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季度OKR 然后这个什么双月总结的这种强制的逻辑下 我自己也会比如说每周会想一想说 这周就是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 哪些事情做的对 哪些做的不对 然后持续的有这个反思总结 但上次我们提到就是我这个人经常后悔 就是这是心态上的一个不好的地方 但是经常反思总结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对然后第三呢就是有一些像课代表一样 就是能很清楚 第二点你的反思总结用来干嘛呢 我觉得反思总结就是 比如说我曾经在某一件事情上判断的不对 我后来发现不对了 那我就经常会心态上我经常会懊悔这件事情 但从实际后来的情况来说 就是我很少再犯一个类似的错 因为那个的懊悔的痛苦 甚至要比那个犯的错误本身的那个代价来的大 所以我就会就是我会给自己设定很多的边界 然后让自己就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 但这里面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完全正面可参考的例子 大家仅供参考就行了 尤其心态上我觉得我这样的不太合适 对 然后刚想说的第三点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能够有一些 跟你比如说年纪相仿行业相近 但是呢又会给你很多客观公正 不留情面的这个feedback的人 比如说经常客戴表就会给我这样的例子 我们会偶尔会打电话聊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honest的feedback 我觉得很重要 我可能所有加起来会给我feedback的 包括家里人 包括我老婆 可能加起来不超过十个人 但大家都评价我是一个怎么说 就是大家给了一些中肯的建议之后 我是能听进去的人 并且听进去了能够不仅是改变action 而且是能改变mindset的人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我永远能意识到我可能不好 或者不够好 或者哪里是不对的 所以大家给我这个建议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说有道理 那我正好改一下 所以就我觉得这个认识是 从你身上学到的 就是我之前可能是 我能知道他的建议是对的 但是我的mindset很难改 但是确实从你身上能看到 你是改变了mindset 然后我在这方面有 就比如说 现在有人说我英语不好 然后一开始就觉得 我英语比你好 或者说我已经在美国这么久了 我英语不好我也能活 现在我就觉得真的我英语不好 真的很需要进步 大概这就是这个所谓mindset的例子 对我觉得就是 当然我这样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我很少有自己的立场 我老婆经常批评我说 没有自己的特别坚持的观点 或者是没有自己特别坚持的信仰 所以大家就仅供参考 就是我这样的人就是比较adaptive 然后进朱者吃进末者黑 就容易这样子 但是这个有利有弊吧 对 然后 我说一下这个重要 就是我能感受到 你给很多人的时候 你心中也许有一百句话能帮到他 或者说你能帮到他一百分 但是你帮到十分的时候 他已经不行了 因为你改变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本身是痛苦的 就是你给他的这个最有用的建议 一般都是牵扯到了这个人的自我认同 所以说他下意识的反应是拒绝 或者说攻击你 从而让他的自我认同能自洽 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时候 你能给出去的建议 一百分 你最多就能说个二三十分 还是你很会给建议的情况下 能做到 但是对方如果是一个没有ego 然后能真的听建议 其实appreciate这些建议的时候 你确实能给到一百分 当然有的时候 就是我们并不完全在一个特别友好 而且相互尊重的环境下沟通 对吧 比如说会跟人发生矛盾 然后发生争吵等等 但这种时候我觉得 我做一个正常人 我很难 现场我就那个说 你说有道理 我肯定做不到 但是我就会心态上 我经常会反思 所以我就想着 当时这个事情好像 我这样说好像也不对 对吧 他说的好像这个 也有点道理 所以就是经常后悔反思 然后就会好一点 就是能看到 我觉得 我觉得我能看到最近十年上 在心态上 抛开知识和技能 具体的这些东西 只是说在心态上 mindset上 和做人的成熟度上 我觉得能够看到一条 就是并不陡峭 但是能持续grow的一条曲线 我觉得这个还是 我自己觉得是挺重要的 也挺有用的一个事情 对 然后 还有一些比较 比较那个 实际的可落地的建议 比如说是这样的 就是 比如说每隔半年 你写写你的简历 或者是每个半年 去接受一个 类似于 类似于课代表 这样同学的采访 因为在这些 采访总结和需要你 立刻马上 总结一下输出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 你没有这么考虑问题 或者是 你为了跟观众 能够表达清楚 所以你 这么总结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还是 挺有 挺有用的 所以鼓励一下大家 多去怎么说 Polish一下 表达能力 表达的背后 我觉得是思考 然后思考再加总结 对 对 把自己的过往经历 和成长 凝练一下 对的 对的 但是你刚刚说的这些是 原来是 你怎么样是提升自己的 很多人 自我提升 但是他所得到的东西 和他的能力 是不匹配的 或者说 他觉得不匹配 那你在就是发挥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的能力 visible 且能拿到相应的机会上 你有没有什么 Tips OK 那对 那就比较涉及到 比如说 找工求职啊 或者是自己 创业融资啊 等等等等 那 我觉得能力要 变现 或者是变到一个 可变现的一个路径上 我觉得还是 挺明确的 要做好的几件事情 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 写简历啊 然后面试啊 成功率啊 面试的成功率啊 然后谈心啊 可是大家 我觉得绝大多数人 不是 Stark on 这个事情 绝大多数的人 是找不到新机会 Stark on their current job 然后找到了机会 不会比他们 现在的工作好 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 我可以分享一下 那个 我 我的 我自己的 career track 可能看上去 还挺不错的 但 其实 为了找到第一份工作 其实还 struggle 挺久的 我觉得就是 尤其对于 New Grad来说 要找到第一份 看上去还不错的工作 以及是对于一个 现在的工作 你不满意 你想要跳到一个 更好的工作的 同学来说 就是 我想给的 第一个建议是 心态上 千万不能 那个 急 因为你要知道 就是 现在找工作的人 是多的 然后好的 job offering 永远是少的 你心态上 慌了 你可能就 我觉得第一步 就fell了 你得把它理解 是一个 长期的战斗 你跟你这一届的人 如果比不过 那你就 哪怕你 所谓的gap一年 而是再准备一年 你跟你下一届的人 再比 会不会更有优势 所以我觉得 它是按半年 甚至按年纪的一个积累 和兑现的时间轴 所以千万别觉得说 我找工作 投了两百份简历 然后找了三个月 然后那个 一个面试都没有 或者一个offer都没有 你就 后面就不弄了 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一个 在美国 这个建议对美国成立 对国内有 这个境界生的这一条 那倒也是 对 所以就 Lead到 我想说的第二个建议 就是 有一个起点 会比没有起点来的更好 我自己的感受是 当我没有任何一个 job offer的时候 我就会非常非常的慌 我甚至会有一种 躺平的说 反正这个 对吧 也不一定非要工作 那我是不是 就可以不工作了 等等 就是 我觉得有一个 先得到一个 哪怕看上去 不那么好的 job offer 我觉得可能会 会比那个 完全没有来的好 所以还是 fight for一个 哪怕是50分 60分的机会 但如果你 还在struggling with 得到第一个 50到60分的机会 或者说 你觉得我现在 已经在一个 五六十分的岗位上 我在跳去另外一个 五六十分的岗位上 没有任何加成 好像意义也不是很大 那我会觉得 这样的情况 分开来看 就是如果你现在是零 那我们要接受 现在是零的状态 而不是说 你unemployed 是一个30 不 它就是零 你要么是自己做项目 要么是加入一家公司 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你先到一个50分的水平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那如果你现在 已经在一个 五六十分的地方 并且你真的觉得 这五六十分的地方 它没有办法 变得更好了 那我觉得你就得想着说 那你下一个 可能一步到位 到个90分的地方 可能很难 对吧 那你我先加个10分的地方 那那个10分的地方 可能是 然后就拆解问题 可能是哪几个公司 可能哪几个行业 然后为此 我的简历上 可能需要有哪些 吸引人的项目 然后那些项目经历 我要是有 我怎么样把它描述的更好 包装的更好 或者是做的更好 如果没有 那我通过什么样方式 去弄到它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已经在一个岗位上 想要跳槽 我觉得这个策略 还是相对清楚的 只是说 我觉得对于NewGrad来说 今天此时此刻 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挑战 我觉得对NewGrad Job Market来说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可能每一年都在 变得更加的有挑战 对NewGrad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 可能很难共情了已经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找不像现在这么难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 怎么帮他们解决 可是我怎么针对一些 一些人去share 我们比较有用的经历 就是我们确实实话说 没有太多办法帮到NewGrad 但是对于一个之前的你 或者说平行世界的你 另一个白白的你 他们我觉得 你刚刚 你刚刚 有一个点 是我知道你具备的能力 可是你自己 因为具备了这个能力 所以很可能 没有感觉到 你这个能力 是多么特殊的一个能力 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就是 你把你找工作的这件事情 描述成了像 把自己的项目包装好 然后出去投投简历 这么简单 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其实你的机会 应该不是靠刷JD 然后投简历刷出来的 是 那如果我们说 如果你已经在行业里工作了 比如说五年以上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追求的是一个 职业的跃迁 或者是 至少不是在现有的 你已经都做过的事情上 然后换个公司再做一遍 然后涨性涨了20%这种 你可能兴趣不是特别大 对吧 有的人就是想这样的路线 就是他可能是一个manager 或者是一个商要高级的IC 对吧 然后他想去跳到一个 业务负责人 或者说是有更多的这种 天花板 哪怕他接受从大厂跳到一个中厂 当然他希望他自己的岗位 或者负责度会更高 但是其实我觉得 很少有中厂 敢接一个大厂出来的这种 或者说 这时候你作为一个manager 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一家空间 也没有大的这个 对 就是 那所以来咱俩这方面 我觉得比较实在的建议 就比如说 第一是你得要认识一些 potential的伯乐 这个伯乐有可能是具体的一个公司的 hire manager 但大概率情况下可能是猎头 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会 可能聚焦在叫做认识一些 可能可以相互帮助的猎头的朋友 这个很重要 然后猎头呢 你会发现 因为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 说实话没有那么高 但是呢 一个好的猎头又能非常非常区别于一个能力 没有那么强的猎头 所以在你跟每个猎头打第一通电话 可能也就只有15到20分钟左右 你需要很快的能判断出 这位猎头朋友是不是一个你可以长期合作的朋友 并且他聚焦的领域 是不是你未来想要迭代 或者是去网的领域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那在判断一个猎头朋友的这个水平的时候 可能就主要也就三个方面 一个是这位猎头朋友的信息量够不够 他能给你提供的有效信息是不是足够多 第二呢 是这位猎头朋友 他的connection和资源多不多 比如说他服务多少个公司 他曾经帮助过多少人 landed到一个更好的job等等等等 这个是能力和资源上 然后第三呢 就是看你跟这位猎头朋友的chemistry 是不是能聊到一块去 然后你表达的点 你表达诉求 他是不是能马上get 然后呢 他给你的信息 你是不是能马上去intake 等等 我觉得这个沟通表达上 可能既是一个mutual的一个attraction 也是本身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沟通表达和信息的能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加在一起 大概给我哪怕10到15分钟的时间 快速跟一个猎头打个语音 基本上都能判断出来了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跟这些猎头朋友能建立connection之后 时不时的能够问一下说 行业里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 然后最近有哪些公司在招人啊 以及是这个最近的这个job market的整体是怎么样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呢 是你有了这些potential的机会之后 你是不是应该actively的聊一聊 保持这个open 我觉得这个也是重要的 然后第三呢就是 你总有一个想要去往的方向 那个方向可能是 我的这个方向已经很深了 我想要再深一层 或者是我这方向已经挺深了 我想要到另外一个广度上 把自己从一个T字型的人才 变成一个P字型的人才 对吧 那你得要预想说 如果你是目标公司 目标行业的hiring manager 那你会希望你自己的具体的能力上 有哪些经历上有哪些 以及是在简历上要表现出来哪一些 以及在沟通中要强调出来哪一些 你可以反向去想这个问题 然后去build你自己as a product build你自己和你自己的resume 和你的所有的在面试中的 可以的这个沟通和表现 as a product 你要就是把这个 这个几层的结构 给要弄得更solid一些 我觉得这样挺多 你又把一个很难的问题 说得好像很简单一样 就是你怎么样子去判断 对方需要的是 想看到什么样的简历 就是你怎么找到这个内容感 观众感 我们经常说 怎么找到这个简历感 对观众感 内容感 简历感 我觉得它是这些 这三个能力 我觉得deep down是一种 比较类似的 我不知道用叫做换位思考的能力 来描述合不合适 但大概 课代表肯定懂我的意思 我觉得这种能力是 平时是要训练的 比如说你在工作中 跟另外一个人对话 那我觉得换位思考 大家可能 以往讲的叫做共情 感受他的情绪 但我的逻辑更像是 站在一个理性的视角上 对他来说 他的利益诉求是什么 然后他想要什么 他不想要什么 这个逻辑 我觉得经常思考是可以训练的 课代表在做的很多事情 虽然是visible的 但课代表自己 因为已经在这个习惯中了 所以他可能没有意识到 就比如说 我每次给课代表介绍一个 我正在做的事情 或者我思考的问题的时候 课代表不会说 好的 我知道了 get 而是他会有自己的思考 他会瞬间 bounce back一个问题 说 那这个事情 跟我之前认知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是 课代表很好地 train自己的一个习惯 就是你每次被输入 一个新的信息的时候 你不是直接就 过到脑子里 存了进去 而是 你会跟你现在 已有的知识体系里面 做一个 sinergy 然后把它长成一个 你自己的知识 框架里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能力